全手工塑料理 慈濟之工按部教學 我們希望說更多的師兄師姐 把他們的手藝來傳承給大家 學到都是你們的 宜蘭監獄部分受刑人 參加監方開設的舒食料理班後 從原本前途茫茫 找到可以努力的方向 其實學習不難 難在自己不做 改變也不難 難在自己不肯去做改變 最怕是做錯了人不知要改 而一錯再錯 這些領悟都是我從慈濟老師們身上得到的 各團體志工組訓也是舒食成果展 大家一起見證 受刑人重新打造的美味人生 大愛新聞之戰本志工 廖岳雲 郭金憲 宜蘭報導